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一会听一下这个曹操到底乱喊喊的是什么 你看啊 曹操得意的说 被你知道了我有多少人吗 又怎么样啊 你最终还有我不少奸细呢 他的意思 刘备那会儿里面有不少他的奸细对吧 他说 你看啊 我的奸细人数大于十 对吧 是个自然数 这个我知道 你不能说有十个半奸细对吧 这个人数是个自然数 大于十 多于十个 这个人数除以五于三 除以七于一 除以九于四 问刘央里面最少有曹军 杰细多少人 是这么说的吧 是啊 这回刘备又聪明了 刘备说 我会我会我会 看我的看我的 按照刘备学的那种玩意 他会这么办 你看看啊 上面是不是写倍数 对吧 下面是不是写除数 一般怎么来 你看 是不是除以五于三 除以七于一 除以九于四啊 所以除的是五 七 七 九 是这个道理吧 是 来 你看这 除以五于的是三 所以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写成 写成什么呀 写成 除以五是于三的 对吗 我可以写成 我看看 x 除以五于三 那就是x 减三就可以了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就是那个解析有x这个人嘛 他除以五是于三的 所以x 减三 是不是就五的倍数了 一样的道理 除以七是不是于一的呀 那我写写x 减一 对吧 那除以九是于几的呀 四 除以九于四的 那就写x 减四 按照我刚才说的 最好这个是等差数列 这个也是等差数列 对吧 但现在你看行吗 不行 不太行 因为这个他比他多二 他比他少几 又少三 对吧 不太好 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吧 但你要非那么做 你说老师我非得加几楼 减几楼 也可以赶过来 那就有点麻烦了 明白吧 那怎么办呢 换一个四度 来看一把 还是这么做嘛 比如说有x的间歧 这个x 你想 除以五是于几的呀 除以五 三 除以七是于几的呀 一 一 还有除以几啊 九 除以九于几啊 四 一四 是这么了是吧 那怎么办呢 以后你只要见了这个模样的题 第一步 看是不是加同余或补同缺问题 能明白吗 怎么看呢 这个于三 于一 于四不是去同余的问题 对吧 你看是不是补同缺的 这个缺二 这个缺六 这个缺五是不是也不是同缺了 那就不好办 能听懂吗 不好办怎么办呢 像刚才刘备一样 看是不是躲猫猫的 是不是苍猫猫的 这个去同于补同缺问题 方言也不是对吧 那就开始中国剩余定理出嘛 咱试试 来看看 我只要找一个时候除以五于三 除以七于一 除以九于四是不是就可以了 来 我来找一个 刚才我说了 能一口吃个胖子吗 不能 对吧 一步不来 三个条件摆在面前 就像三头大三压在跟国人民的头上一样 对吧 那不好办 一个一个来 先搞定它 来 帮我找个数除以五于三 越小越好 谁呀 除以五于三就行 再小点 三 三 八是可以的 再小是不是三也可以啊 三是不是除以五于三 好了 给自己一个掌声 因为你 是不是已经找到除以五于三的了 再满足它两是不是就完了 来 我通过加上一个数 注意啊 加上这个数以后 注意听啊 我除以五于三这个条件不能变 理解吧 你不能学那个狗熊掰棒子 你不能说掰了一个放在这儿 又掰一个放在这儿 这个就掉了 那不行 是吧 所以说有收获也得保本 你一开始已经满足了除以五于三 加上这个数以后 除以五还得预算 所以必须加什么 五的倍数 太聪明了 得加五的倍数对吧 太厉害了 这加五的倍数 为什么加五的倍数呢 因为我不想让除以五的运数变 对吧 怎么才能除以五的运数不变啊 必须加五的倍数 对不对 加完了以后还得除以七于一了 现在对吧 是整体除以七于一了 能明白吧 对 因为最后的答案是这一团 不是这儿 也不是这儿 如果是这儿的话 我还要这个干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最后的答案是这一团 那整体除以七于一 这儿是不是除以七于三了 一样 所以这儿需要个除以七于几的呢 整体除以七于一 也就是于八的 需要于八的 这儿是不是已经于三了 这儿于几就可以了 于五 于五 是不是这个道理 能听懂吗 你看看 这个三是怎么来的呢 跟你他来的 找一个除以五于三的 只找一个 对吧 为什么这儿 为什么这儿要加一个呢 因为我只有加一个 我才能让他满足除以七于一 这个条件 对吧 只不过加的时候要注意 第一 宝本 对吧 除以五于三不能变 对不对 对 那必须加五的倍数 第二个 要盈利 是吧 怎么盈利啊 除以七要于一 是整体注意 是整体除以七于一 是吧 这儿已经于三了 于一 你就相当于八就可以 对不对 那我这儿于五是不是就够了 找一个呗 五的倍数里面除以七于五的 谁呀 越小越好 咱都找小的 五的倍数最小的是谁 五 五除以七于五吗 于五 上零于五对吧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来再加 知道加这个目的是干嘛吗 实现这个嘛 除以九于四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 我就为了实现除以九于四 对不对 来看看啊 除以九于四 第一个 得保本吧 嗯 除以五于三 除以七于一 这个条件能不能破坏了 不能 不能 你不能说赔了两个 啊 赚了一个 那你亏到了是吧 所以这儿 必须加谁的倍数 35 哎 必须加五的倍数 除以五的余数 还是三 不变 对吧 嗯 必须加七的倍数 除以七的余数 还是一 也不变 对吧 嗯 所以这儿 加五个七的公倍数 也就是35的倍数 能听明白吧 嗯 但是 我加了加起 忙活了半天 是不是为了盈利 嗯 是不是为了实现这个条件 除以九于四 是 好了 看这儿 这俩加下等几 八 八 八除以九于 一 八除以九于一 啊 哦 八除以九于 八 三零于八 对吧 对 已经于八了 我是不想于四 嗯 于四实在是 于十三 你懂什么 除以九于四 不就相当于于十三 嗯 对吧 那我加一个 除以九于几的 这儿 于四 哎 于四 于五的吧 嗯 是一个道理吧 嗯 因为这儿已经于八了 再加一个于五的 不就于十三了 嗯 于十三 不就相当于于 于几啊 于十三 不就相当于于四了 对不对 所以在三十五的 倍数里面 找一个除以九于五的 放在这儿 就成功了 对不对 嗯 是这个道理吧 是 现在我开始找啊 三十五除以九于几 你慢慢找呗 接下来找就啥找了 嗯 三十五 乘以一 三十五 乘以二 因为在三十五的 倍数里找嘛 嗯 是有意思吧 对 三十五 乘以三 三十五 乘以四 咱看哪个星啊 这个除以九于几 嗯 三十五乘以一 除以九啊 不是看三加五吗 对吧 嗯 是不是于八 嗯 那两倍呢 还是吧 于十六 对吧 因为七十了嘛 七十不就于七嘛 嗯 对吧 你看啊 三十五是于八的 三十五的两倍 不就于二八十六了嘛 对吧 嗯 这是不是就于七啊 这个是不是就于三八二十四 于几啊 六啊 六啊 对 这个于什么 于四八三十二 是不是就于 五啊 对 这回就够了 对不对 对 一百 成功 对不对 听明白吗 这个道理了吗 所以你发现这个数最小最小最小就等于三加五加一百四等于一百四十八 是吧 是 因为我们每一步都是朝着最小来的吧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找的时候应该这么找 这个数除以五于三除以七一除以九于四是吧 嗯 我这么一算 三加上这个东西 五的倍数知道为什么吧 嗯 保本 除以七于五知道为什么吧 知道 盈利 对不对 再加 第一四零 三十五的倍数除以七还得于五 保本盈利 对不对 最后你发现最小就是一百四十八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但是 想想 除以五于三除以七于一除以九于四呢 只有一百四十八这个东西吗 不 它是 最小的 谁还合格呢 一百四十八 谁还合格呢 你想想 我只要加了那个数 是三的倍数 不是 是五的倍数 除以五的余数是不是就不变 我只要加了那个东西 是七的倍数 除以七的余数是不是就不变 我只要加了那个东西是九的倍数 除以九的余数呢 也不变 所以我只要加上三 我怎么老跟三交进啊 五 七 九的公倍数 是不是 它除以五还于三 除以七还于一 除以九还于四 所以这样的数多了去了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最小的是一百四十八 要说有多少个 那多了去了 对吧 那家伙得吓流鼻一跳 一百四十八个间隙啊 太多了是吧 但是 马上想了想 这不可能 为啥不可能 他对我里通过才几个人啊 不可能三分之一都是间隙啊 是吧 而且从小跟他一块长大的 就不止这一点啊 总结了 体会足迹满足法 琢磨一下 其意错的地方 他最容易错的地方 来看 我印度一下 就是这 你很容易把它写成 吹七一一 明白我啥意思吗 你很容易写成 吹 这是吹九啊 吹九 你很容易写成 吹九一四 造潮了九 你就错了 明白吧 一定要想明白 最后你想要的答案 是整体 而不是这儿 也不是这儿 也不是这儿 是吧 所以时刻关注 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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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七一一 整体 吹九一四 能明白啥意思吗 这就是大家最容易错的地方 关于这个东西 我就说这么多了 好不好 看一下 曹操的打油尸 九战不像 两军疲伐 两分对峙了很久很久很久 是吧 谁也攻不下来 怎么办 一块吃顿饭吧 一块吃顿饭 然后和解吧 酒席上 发生什么事了 有东方老师 我知道 发生 类似于 鸿梅亚的东西了 是吗 看一下下个题 就明白了 好吧